欢迎回来我们要带你来关心今天台北股市的表现 今天是中秋连续假期前的最后交易日 那今天的台股呢其实也蛮让大家诧异的 因为一开盘之后本来大家以为会有节前卖压 结果谁晓得怎么一直拉一直拉拉到天边 一度还大涨了130点 占回了17400点的整数关卡 甚至连全职股我们的护国神山台积电 一直有杂音大摩很像很讨厌他 一直讲说他会被砍单被砍单被砍单讲三遍 结果呢台积电还是继续的往上涨 一度还大涨了十块钱 后来呢全部往上带啊 这个台积电带了半导体族群 IC设计也跟着上扬 航运股也重新的扬帆出发 但是呢就到了尾盘 因为今天刚好是负识指数调整生效 所以最后五分钟马上嘻里呼噜倒出来 戏剧性下杀白点 特别呢是我们的台积电 本来不是涨十块吗 最后一盘呢回到平盘 感觉一整天都白做工 最后一盘的台积电有两万多张的大单杀出 那么就直接压回平盘 然后呢也带领着很多股票 跟着全部都杀尾盘 但是呢倒是杀出量来了 我们来看今天量超过了三千亿 最后呢是小跌了不到两点 来到一万七千两百七十六点 那通常啦这种指数调整 之后会有一点还他公道 所以呢我们可以乐观稍微期待一下 再放完价回来之后呢 有机会再反弹回去 我们可以持续的观察 那我们来看今天呢 这个筹码面的表现 外资在买什么呢 为什么节前我们要特别看筹码 因为呢谁愿意买了股票来 我就卡你四天 你要很有信心才买吧 不然的话我就放完价再买 不是也可以吗 所以呢特别在今天还在买的 我们就好好观察他 我们来看外资今天买什么 他买船哦 买阳明长荣买友达 买宏基买远东银行 买的跟之前的金融股不太一样了 感觉积极一点了买船 另外我们来看投信呢 投信呢今天的买的菜单 跟这个外资很不一样 买电子股买金像电 另外呢买永丰金 买我们昨天跟大家提过的 这个油价上涨的概念股 他继续买亚聚 另外呢也买了金融股的第一金 同时呢我们跟大家介绍过的玉龙 他也看好他转股重生 持续的买超玉龙 这已经是连续第三天 在买超玉龙咯 那再来呢我们就合并帮大家看 外资投信同买的买谁 好买船 扬名长荣 那很可能是外资买的很多 所以呢他依旧在前两名 另外他买台金像电 这也是大家重复同样看好 玉龙跟广达 这个是同买的前五名 给大家做参考咯 好那么继续呢 我们就赶紧要带大家来关心的 就是今天台股 惊奇的一天 那为什么呢 这个台积电不断的有杂音 今天盘中还可以有买单进驻呢 那到底现在被大家讨论的是 为什么这家大摩 他不断的要出这种利空报告 是不是他自己想买 股价很高 故意出利空报告打下来 他要加码呢 到底今天的盘面要怎么观察 带你快来看 台股近日盘势纠结 半导体产业也杂音不断 美系外资加码看空 大摩17号再次点名 护国神山台积电 第四季将早已乱流 因为两大客户早已砍单 像苹果的5奈米处理器订单 还有联发科7奈米订单 预期台积电第四季营收 只会计增5% 远低于市场预期的10% 引爆产业界轮战 会探空的原因 其实还是来自于 马来西亚的一个 封测厂的产能 产能利用率只达到 43个百分点而已 但是这不会影响到 在整体今年的第四季的 一个下单的动作 尤其是在5奈米 跟7奈米的部分 今年的营收 会比去年的营收成长 40%或者多一点 我们的毛利率2021年 是在44%到46%之间 联发科对第四季营运 依然乐观 17号股价小涨4元 收在940元 而台积电盘中 不受利空影响 保持1%的涨幅 只不过尾盘受到 负实指数成分股调整影响 在最后5分钟 遭到2.2万张卖单狙击 股价一口气下跌8元 中场收在平盘600元 指数也爆出了623亿大量 涨幅瞬间回吐 经过这个周五的 负实指数的调整 下杀过后呢 它已经达成了下杀取量 量能大家可以注意到 很明显的已经放大到了 时日均量之上 在中秋节回来之后 应该会有一个不错的反应 而台股加权指数 受到台积电击杀影响 也前功尽弃 中场翻黑小跌一点 收在17276点 但成交量达3107亿 是六个交易日以来最大量 专家表示台股短期量能 继续回温 才有望突破震荡整理区间 投资人可以提高现金水位 静待市场表态 三星优优独播剧场